山海经那些怪物真的存在吗 以说书人的视角来看是存在的 只不过它们存在的可能是以另外的一种形式 在解读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建立在山海经史前文明的基础上的 而且我们遵循的是山海经事件一说 依据是张千初始西域的相关记载 史基大越列传 还望大家理性观看 首先我们看一下山海经的大海经 翻开山海经你会发现 山海经当中的那些上古大展奇文意识 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山海经西山经和山海经大黄西经当中的 也就是我们往期所讲到的苏美尔文明定义代 这其中多讲了一些龙首人身和人首鸟身的神 很符合古埃及和古巴比罗对神的外星描述 诸如埃及太阳神就是鸟首为太阳神鸟 它和我国山海经这些古籍记载当中的金屋 也就是太阳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包括三星队出土的太阳神鸟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远在非洲大陆北部的古埃及 必然与华夏文明也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 并非什么巧合 这也是最早记载地位比较的怪物神奇 而且说说人看来 这应该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是某一周带着很强光辉的飞行器 所以古人很容易和太阳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个就是项柳 上海经海外北京中游载 共公之城 约项柳是九首以食于九山 项柳之所底绝为泽西 与杀项柳其血腥不可以数无补助 这个就有意思了 大意就是项柳蛇身九首巨大的人 同时在九座筛头吃东西 它不断地呕吐毒液 形成水域骨涩的恶臭沼泽 与杀死项柳 但是项柳的血液腥臭 流淘过的土地无骨不深 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 项柳是本来就是一个 隶属于水神贡物的巨型采矿机器 它所谓呕吐的毒液 也不过是在工作的时候 挖掘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泥坑聚水 再加上自身的排泄污水混在了一起 可以说是早期的污染滑景 作为另外一个人华 名以石为天的那个年代 消除污染刻不容缓 所以大宇用某种手段 诸如说炸毁了这个巨型采矿机 它的燃料外泄造成了更大的污染 所以导致鼓鼓不深 如果这些成立的话 那么金字塔是怎么接扯的 那就不是什么秘密了